谢谢这位夏老师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也会经常遇到这种人提这种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国情特殊 中国人口这么多 民族这么复杂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实践 所以中国不应该匆忙的仓促的搞民主 我其实觉得当然中国不一样 但是其实人类历史上 比方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时候 其实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国家 来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 所以任何国家在它的建政民主的时候 都有它特殊的一些困难 或者说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 这一点并不构成一个理由 人口如果说简单的按照地理 人口与地理环境的地理的复原来比较的话 中国其实如果真正以人口和地理服务员来去比较的话 中国其实比日本人口要少 中国的整个的西北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地广人稀的 并不是我觉得人口多 也有人口多的好处 比方说当年麦迪逊他们联邦党人文集 这个书好像最近比较有名气 因为某些同志读过 那么联邦党人文集里边就说 其实在一个大的国家里边 民主制度反而因为族群的多样性 或者说人多 他人多不容易保持像一个小国家 永远会有绝对的 有多数 永恒的多数和永恒的少数 而人口多文化复杂的国家 反而不容易形成那种 永恒的多数和永恒的少数 比方说涉及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少数和多数在变动 在有些 涉及到一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人是属于多数派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 同样一个人可能就属于少数派 这样的话 反而会形成一种 一种不容 多数人的暴政 其实是民主制度 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而人口多 文化复杂 反而形成了一个制衡 对于多数人暴政的制衡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种 更加开放的一种眼光 去观察人口问题 不要简单的把它视为一种 就是阻碍民主制度的一个 一个弊端 除了翻大饼方式以外 能不能有一点走出 这个核心循环 逐渐地建立一个正常的人的制度 正常的国家制度 来使得我们不再去 改条换代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实际上在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 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来去走出来 比方说在19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官方和民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国民之间 它存在着一个良性互动的问题 比方说当时的平反冤假错案 当时的逐渐地去 不允许再搞个人崇拜 党政分开等等 我觉得邓小平其实是在尝试着走出来 这条恶情循环的 但是呢 邓小平也有他的自己的一个局限性 因为 因为他好像最核心的那部分的改革 他始终是回避的 他似乎有一些顾忌 比方说估计自己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 如果被彻底否定的话 他个人好像接受不了 那么另外他好像有点风物长一放眼凉的这种心态 他似乎觉得他一直在强调说 现在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不要急于去解决 我们后人会比我们更聪明 更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改革 变革 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而且需要某种非理性的 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具有那种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那样一种决策 其实非常重要 那么邓小平走了以后 这国家后来的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那种 我们某种术语叫卡里斯马式的 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了 因为他们都是很平庸的官僚 偶然就走上了大位 然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推动 邓小平都不敢推动的改革 他面临的问题都是都是邓小平都回避掉的 但是他怎么敢去终止这样的一种风险极大的一种变革 所以这样的话就就就就就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或者说我们能做事情的空间到底是什么 非常有意思 比方说司法改革 其实我个人在过去的三十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一直热心的去推动 就是因为好像感觉到这是一条走出恶性循环的一条通道 司法改革其实充满了技术色彩 比方说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 教育水准 确立司法考试制度 然后改善法院内部的一种管理制度 让法官有越来越多的一个独立的权限 去独立的裁判案件并且独立的承担责任 提升司法的公正性 那么这个政局制度啊 律师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啊 检方权力的限制啊 你听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基础性 不涉及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们想去推 但是后来其实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现 其实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条改革的通道其实是被堵住了 那么现在的路到底在哪儿 我觉得其实呢 如果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的话 其实也不难发现 比方说你会认真的去培育社会的组织化 我们搞社会主义 其实最大的悲剧 在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 最后把社会给搞没了 最后是他和谈社会主义啊 这国家什么当年严富批评的情况叫 持柄寸权细规国家 全部都是政府控制 都是党控制 那这国家的社会生存空间没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大学自治 让商会企业家们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性 让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包括信仰者的组织 比方说信仰共同体 信奉基督教的 信奉伊斯兰教 大家都有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 来去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支撑社会的一个力量 然后能够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 它当进行转型的时候 这个社会多元化的支撑 总比一根柱子的一个房子 要坚实的多 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你如何去把权力下放 也就是说不要 我觉得最近这些迷信 所谓的举国体制 中央集权 其实一个稳定的机制 恰好是让地方能够真正的分权 也不要让老百姓不断的到北京上访 那么地方的事情就是地方决策 地方决定 而不要事事有中央来去控制 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 地方也具有一种创造性 有一种活力 所以地方自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在新闻自由 慢慢的去放开 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控制 让大家能够真正说老实话 无论是官方所追求的官场清廉 还是人民本身的创造性 都离不开一种更加自由的表达 宪法规定了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去落实 这宪法这样的一个规定 让人民能够自由 而且腐败问题 你说老实话 现在的种种说辞 说什么什么打鸡 打老虎打仓 一个不给人民言论自由的国家 任何所谓的反腐 其实都是政治斗争 没有真正的反腐 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在就是 我觉得还要继续推动 司法本身的职业化 和司法本身的这个公正性 怎么去提升 其实也离不开 不要让这个司法本身 受到那种意识形态 组织的一种严格的控制 严厉的控制 让他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真正就是依照法律 司法本身的逻辑去采放案件 这样的话 为社会的转型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机制 同时也能够把正义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幅图是一个 这是一个当年显示当年的那种黑船到来的场景的一个 这个叫沙盘一样的模型 然后四艘战舰 然后都是吨位都是很大吨位的 有炮最大的这种成员是三百名成员 三百名 他们总共来了六百六百多人 那么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怀远的一个场景 贺老师这个您帮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不是 这是那个这个一斗手 他是当时的这个普赫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长官 同时也是受将军的命令指使来去做总体的接待 和基本的谈判任务都是由他来去完成的 这个人很当时留下了许多记录 他自己的日记记录了当时他怎么去跟美国进行交涉 跟佩里将军也是他去谈判 他去对进行谈判 但其实后来幕府本身也派了一些官员直接来参与谈判 对 这大图给发上去 贺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这是你可以发现远处是一些巨型的战舰 然后近处是一些登陆的小艇 然后正在这个场景就是 当时的佩里率领的海军部队登陆的那种景象 这是美国方面留下的这种作品的样式 所以把美国的军人归得都非常的威武 当然其实他们本身也非了不得他们的军服啊 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装饰都特别的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留下的一个一幅画 这是美国人留下的 对对 这是美国人做的 日本人做的 美国人画的就不这么好看 日本人的确日本的近代或者现代的民主都离不开向西方学习 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占领当局通过非常严厉的改革措施 来去在日本引进了许多的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法治这些个措施 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至于日本人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国家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 可能跟日本的现在的极右翼的观点有点相似 因为只有极右翼的人说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我们需要恢复比方说正常的军队 这个就很可怕 那么现在他们仍然有美军驻军担任很重要的防卫任务 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完整的一种自我国防的国家 但是就国内的内政还有外交的基本的方面 那么它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独立的国家 而且它的国际民生议会操作司法运行新闻的运作 这个没有任何说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一个正常国家不是一个不正常国家 那么它的制度的运行中间到底跟日本人的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为坦率地说在西方我们可以非常 我个人也参与翻译的那个Berman法律与革命 那么他们非常坚定地认为 可以说也有史料的支持 那么西方的近现代的这套 这个宪政制度法制等等 的确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督教的基础 甚至包括11世纪12世纪13世纪这样的一种 罗马教廷所推进的一系列的 所以叫教皇革命 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型期 这点在西方上没有疑问的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都离不开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信仰 这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法治的基础 既包括信仰层面上的神学层面上的东西 同时也包括我们在世俗的制度方面 比方说对财产安全的保障 对于交易安全的保障 对于公民的相当多的一种日常性的权利 包括新闻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保障 这些个保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跟基督教的信仰有那么深切的关联 所以我们需要去在这个方面去做努力 我不大同意说如果中国不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法治就根本没有希望 这个观点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赞成 另外就日本的信仰层面来说的 日本人的信仰层面来看 你看你到这个国家去 你会发现他们的确 比方说你不像在欧洲或者是甚至在韩国那样旅行的时候 经常看到基督教的教堂 这个地方的基督教的信仰者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也当然也看不到清真寺了 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可能有研究表明基本上这个地方是不存在 穆斯林的一个世界 但是日本并不是没有信仰 比方说有做过问卷或者说调查 证明日本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是神道教的信仰者 同时呢交叉的他们经常也是佛教的信仰者 那么他们有信仰 但他信仰特别不同于基督教 在对神的前进 包括每个人死以后都会变成在日本人观念中变成一个神的样的一种意义来说的话 他们的神是一种非常多神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们他们的非常前进到神社到佛堂去做某种佛事 结婚的时候到神社去结 死以后一定要他的坟墓由一个佛教的寺庙来进行管理 这方面其实他们还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认真的对待信仰的事物 所以我想如果说信仰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日本还有自己的这一套信仰 其实也是可以支撑一个国家的许多的制度的运行的 关于战争责任 日本侵华以及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的这种非常可怕的这场战争 那么背后的一种决策过程到底是哪些人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是天皇还是那些个国家的重臣 包括军方的一些高级官员 那么我觉得现在看历史有时候是 真是这个众说纷纭 那么比方说按照最近有一本书 我忘记了书名叫日本天皇战争责任 那本书也是西方美国人写的 那么对于天皇的战争的责任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指责 他有非常多的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 这位学者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指责 认为天皇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那本书写的其实非常的不合格 不合格 在证据方面不够扎实 那么我还有许多人可能读过约翰托兰 约翰托兰的关于日本帝国的新王啊 这样的书 那么他的书里边解释的认为天皇不应该承担很多的责任 认为他描述了一些预前会议开会的场景 包括后来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宫内大臣所提供的一些个证据 证明天皇确实是一个沉默的观众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但是即便是沉默其实也是一种参与 我认为我不能够接受能够说日本的昭和天皇对于战争没有责任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日本 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似乎也是日本人写的吧 就是讲这个战争期间 陕北那边的和日本方面有非常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有人的基本的推断是帕汉年之所以后来那么悲惨的命运 是因为他掌握的机密足以足以颠覆人们对于传统上面 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么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非常的微妙 比方说这个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 但是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炸过延安 倒推的证据 比方毛泽东大度的豁免了日本的赔偿责任 甚至有一些记录表明 毛泽东其实内心里边觉得 好像日本的侵华给了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个人真的不是专家 我只能够说我回去再好好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研究 刚才有一位随团的我尊重的老哥说 这位提问的朋友应该提供一笔经费 让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给多少您照着办 关于中国的民主的途径 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反思思考的问题 但是如果以现在村民自治这样的一个选举 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很失败来去证明中国不适合搞民主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倒因为果 其实原因在于其实并不是真心在搞民主 所以这个民主就搞不起来 所以就各个地方都失败 比方说黑社会啊或者说家族势力的这样的一种声道 呃 在一种崛起 呃 这恰好是因为其实这个村民自治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要搞民主的制度 呃 那么关于奴村民主制度怎么去建立的 其实首先要要真正的让土地的问题得到解决 中国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民 因为奴民是以拥有土地并且以土地的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人叫奴民 呃 如果是从这个定义来说的话 中国的奴民没有一寸对土地的所有权 那么其实他们与其说是奴民不如说是奴隶 呃 所以奴隶怎么可以搞民主呢 如果一个奴民没有土地的权利 那么他凭什么或者说他以怎样的一种人格去进行民主 就就搞不清楚了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党的权力在乡村的存在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现在权力的架构方面 仍然是每个村的村委书记 村的书记在真是真正的一把手 所以选的人只不过是选了一个二把手 没有多少权力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隔两 它是一种两层皮的一种状态 就像坦率的说就像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在大学里边也建立一个基层的教授会 但是教授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权力 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参与 不愿意参加 正像我们不愿意去选举什么海淀区人大代表 那完全是假的民主嘛 所以我想民主应该是如果国家真要推行民主的话 那么我认为现在不应该从最七层的农村开始推行 先从最高层开始 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总书记要就有几个候选人来进行竞争 拉票然后演讲互相辩论 然后呢 然后让这些代表们能够自由的选择 谁能够成为真正的总书记 然后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选总理啊 选这些东西都人大委员党啊 都可以采取真正真正的竞选 然后呢 让所有的全国的电视直播 让全国的公众都能够看一下 民主是怎么玩的 民主是怎么搞的 如果这些方面规则不熟悉的话 我觉得可以帮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方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个 相关的电视片啊 纪录片啊 甚至美国有一个频道叫C-span 那个频道是一个专门的政治频道 议会的辩论都在上面直播 然后选举 总统选举的竞选啊 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领导人 吓到我们的每一个像我们这种平头百姓 我们都可以看这些片子来去学习一下的 民主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所以我认为 当然民主也离不开一些辅助性的制度 比方说 相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辅助性的制度 比方说言论表达的自由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真切的去了解到一个候选人的情况 除非新闻界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揭示 所以新闻界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瞭望塔 它会非常好地去观察每一个社会的动态 每一个人的情况 然后给予揭露 那么美国好几人总统说白宫是一座玻璃房子 其实之所以是怎么是一座玻璃房子呢 就是因为有新闻自由让它变得更加透明 政治是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及时地获取信息的 这点是对于我们 比方说选 像投谁的票啊 这些决策的时候 必须获得这样一种非常真切的信息 然后我们投票才会有一点依据到底 我们的利益所在是什么 相关的当事人能否真正的代表我们的利益 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出来 这个都是信息非常重要 所以英国的18世纪的文坛纪酒赛美尔约翰逊 说古希腊古罗马其实是一个野蛮人的制度 他之所以那么说是野蛮人制度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报纸 没有非常透明的政治的运行非常透明 非常让人民能够了解 所以选举经常是很盲目的 我们怎么去能够建立一种更加明智的理性的民主制度 这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总算腾出一点时间来 刚才有位在横滨看他们的开港纪念馆等等 比较没有来得及回答 上午有几位朋友的问题 或者说对这些问题尝试做一点回答 像王栋先生提出来的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关系 他的大意思说 因为中国一直对日本实行文化上的一种非常强大的高压的 一种压制性的一个灌输 所以引起了日本的反感 后来日本有势力了 就对中国进行一种惩罚性的一个政策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想回应一下这个观点 在历史上日本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其实在政治领域中间 从来中国没有实现对日本的一个像对朝鲜 对越南那样的一种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一个控制 所以日本经常自己把自己视为一种 比较很不受中国文化控制的 正像我们记得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 至隋阳帝的那封信里边 抬头说日出之地天子 至日落之地天子的一封信 这样的一种称谓表明了 日本人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附属国的一个明确的事实 那么但是日本从很早从汉朝 一直到隋唐 一直到宋 甚至到明朝 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 大规模的进行输入 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们学习的非常虔诚 潜水史 潜唐史 僧侣阶层 还有其他的到中国去 引入中国的典当制度的这些个努力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中国中国的文化深刻的影响了日本 但是这些个所有的输入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愿的 而不是被迫的 例如日本的文字 很明显日本的文字是两套系统 一套系统是 日本自己本身的 假名 但是其实假名本身也 也是用汉字的笔画所创造的一套拼音文字 另外一套是我们的汉字系统 日本人引入了 大规模的引入了汉字 那么像在 一直到德川幕府时代 那些个文人亚士们所做文章 许多的时候 他们就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 用中国我们今天说的文言文来进行写作 这一样的一种写作的风格 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很熟悉 因为日本的历史可能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们把汉字 把自己创造的这套语言系统称之为假名 而这个假字其实不是虚假的意思 而是临时使用的意思 那么把中国的汉字系统可以说视为横名 是一种永恒的或者真的名字 免真的语言 那么这样的一种 称谓本身也说明了 日本在文化方面 他们对于来自中华的文化 表达着这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 这种敬意并不是 并不带有任何被压迫的那样的一种受虐感 其实一直到德川木府阶段 或者说明治维新时代 虽然他们要脱亚入欧 但是他们的文化教育系统 教育中间的教养系统中间 中国文化的比例仍然是巨大的 像许多日本人说起来 三国根本不是什么外国的作品 其实就是日本本身的作品 包括司马辽太郎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司马辽太郎 为什么叫司马辽太郎 这是一个笔名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 我是跟司马迁 我根本达不到司马迁那样的伟大程度的 离他很遥远的一个太郎 叫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说起来 他说是我们这 他们这代人 是司马辽太郎前些年才去世的 他们这代人 他们这代人在读书的时候 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说起孔子孟子 说起曹操 杜甫李白这些人 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外国人 他们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历史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一种 发自内心的 很诚恳的去接受中国文化 包括现在的天皇 明年就要退位 然后新的天皇要继位 那么继位的时候 他们要从中国的古典里边选两个字 作为日本天皇的年号 这个根本没有人强迫说 这必须从中国的古典去选字 他们就就喜欢这样做 那么在长期的输入外来文化 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 对于日本来说形成了一个 他们的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集体的一个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 他们特别相信 好的东西并不见得是自己生产的 他们经常会觉得最优秀的文化可以从外边引进 正像当年CNEO里跟李鸿章辩论的时候所说的那样的 他说我们日本人就是善于学习 过去我们觉得你们的汉唐文化是特别伟大的 我们就全方位的去学习 虚心的接受 那么现在觉得西洋的文化特别了不起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再去学习西洋文化 这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没有尊严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 当然唐七的外来文化有时候在人的生活中间和人的国际交往中间 有时候的确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内在的一种 比方说中国人到了日本经常会说 你们什么东西都是从我们那儿学的 那么日本也会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的确你说从幕府末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倡导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些个人物 像贺茂真渊 像这个本剧宣长这些人 他们天天的将主张说 我们要去除日本的许多的文化表现中间的汉意 就是汉族那个汉 汉的意义 汉的意味 想方设法的凸显自己本土的东西 想方设法就凸显自己本土的固有的东西 所谓神道啊 神道教里边有许多 包括日本的极右翼的一些主张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说 一定要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东西是最伟大的 外来的东西只不过起着辅助作用 这样的一种心理 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挣扎状态 也表达了一种说 其实我们自己有好很多好的东西 这个外来的东西并不见得那么好 这就是对于西方 近代学习西方的时候 他们也有所谓的和魂阳才 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它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究竟怎样作用于当年的对华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不大容易去进行一种特别的论证的 我曾经说过一个 说一个假定 这个有点像文化的世母 文化的世父 就是说要把自己文化的父母 父亲或者母亲给杀掉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就是自己一种非常非理性的反抗 这样的一种状态会不会有 我假定其实在某种潜意识中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其实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 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自然的过程 大多数日本的头脑比较健全的日本人 也会非常的乐于承认 并且很自豪 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种非常认真的学习 使得他们的文化 大多数心智健全的日本人 包括许多的知识分子 他们其实会非常坦率的 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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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意 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文化上被殖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没有的 我想我们应该稍微更全面的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就回答到这儿 传不了这双电脑了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 清英大学的校园 此刻正站在负责一级的塑像 以及负责一级建校的所设立的那个演说厅 他说是演说馆的前面 那么看到这尊塑像就是特别的感动 最感动的是一看到这个塑像就想到一万日元了 负责一级在近代日本的地位 可以说是真正是对得起 日本政府决定说把它印在面额最大的钞票子上面 这样的一个地位 因为他是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出身于一个下层五式的家庭 那么很早就开始关注 荷兰的南学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他非常愿意去广泛的涉猎 这种西方的知识和历史 那么很早就意识到传统日本的文化 以及包括日本引入的中国文化 存在着一种非常严重的缺陷 就是个人主义的缺失和现代文明的严重不足 那么在明智维新前后 负责一级发表了一系列的自己的作品 包括文明论概略 包括其他的一些作品 那么他其实个人并没有太热心的参与到 直接的政治生活中间 他只是发表一些自己的一种政治的观点 哲学的观点 对知识的一种解说 那么这种情况下边 他其实就很早就意识到 创办现代的教育机构非常重要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中国早期的大学 基本上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 包括山东登州的登州文会馆 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 这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 但是日本非常有意思 他们早期的大学 其实最早的大学是政府 或者说将负责一级这样的私人 所进行的创办的 他们并没有多少教会的背景 我们站在这个校园里面 可以看到非常早期的建筑 尤其是眼前这样的一个演说馆 其实这是负责一级当时创办 庆英艺术 私俗那个俗 意是引人意道德的意 庆英艺术 作为一个高等学校 他特别的强调说 必须要真正的引入西方的这些著作 他利用陪同日本使团到美国的机会 在美国购买大量的图书 其中还包括在旧金山那个地方 买了一本英汉词典 这种说法不叫词典 反正就是英语汉语的对照的 这样一个翻译的本子 那么他买了许多西洋的教科书 美国的教科书 回来以后就想法设法的说 要求大家必须要用英语和其他西洋语言来去讲课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想法设法的原汤原汁的 把西方的学术给引入 引入到日本 当年也赶上了战争 庆英是在庆英年间创办的大学 叫庆英大学 那么后来发生了著名的一些内战 尤其是武城战争 武城战争的时候 这个地方战火纷飞 负责于其坚定的坚决要求 我们的学校课程不能停 我们要非常认真的讲课 战火纷飞不能够打断我们对知识的热爱 和知识的传播 他讲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 他说只要庆英艺术还在运行 日本就是一个文明国家 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民主卫星 150周年的纪念年 来到了庆英大学的 校园里边缅怀着这位 为了日本的现代文明 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人物 心里边还是不免有些感慨万端 我们也可以说 胡适当然比负责一级要年代要晚 但是胡适应该说当得起 中国的负责一级这样的一个称号 可惜我们在人民币上面没有胡适的头像 这点是可能值得我们当局反省一下子的 好 我再补出一点 就是我知道的一点点 那个福德玉吉本来是开始学蓝学的 是荷兰语 可是后来他糟糕的发现 自己这个语言根本没有用处 因为世界开放在说英语 这时候他就痛下决心自己学英语 并且冒着沙头和这个罪名 可以说游历世界 因为那个时候幕府规定 不允许托翻 不允许到国外去 他可以说便利了这个世界各地 并且又后来做政府的翻译 福德玉吉在做翻译的时候 出现一个一次重大的事故 重大的事故就是1862年 那个生脉事件 这个萨摩帆和英国 发生了矛盾嘛 就是这个英国的商人 不小心闯入了萨摩帆的 那个遗仗队 然后当场有一个商人被杀死了 杀死之后呢 英国肯定要追究责任嘛 这个时候这个福德玉吉 是怎么翻译的呢 就是当时的英国是 严令萨摩帆帆主 这个捉拿凶手 这个赔偿损失 不知怎么他翻译 不小心翻译成了 严令这个是 追查萨摩帆帆主 就是这意思 当时这个岛金九光就急了 这时候就说 萨摩帆也不知道 这个英国有多大力量 就跟英国打了一仗 这著名的这个萨英战争 萨英战争呢 那当然以这个日本的萨摩帆 惨败为结果 但是呢 也使聪明的日本人 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英国的力量 和西方的力量 这是一个小插曲 第二个呢 福德玉吉呢 就是比别人更清醒的是 他不但全盘西化的 这个指出了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上不止 仅仅是指亚洲 是指讲 日本要从旧有的 这个儒家传统文化圈里出来 然后呢 接受西风美语 他是不遗余力的鼓吹 这个的第一人 并且呢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在他生前呢 虽然他级别不高 做着小小职员 但他的著作已经卖的 是惊人的几百万册 可以说是影响巨大 在这里呢 有一个更感人的是 这个福德玉吉很早就意识到 如果我们日本人 仅仅学习 这个西方的这些器物啊 什么学校 医院啊 救济会啊 这是有钱就能办到的事 但是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应该建构 我们日本人的文明的精神 所以说文明的精神 这是一个关键词 也是福德玉吉 在翻译过程中 提出了文明开化 也是他创立的这个词 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所以说文明就能够